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龙三十年的时候 前龙第四次难选 皇后为贵妃等嫔妃随行 前龙原本开心地为皇后庆祝她四十八岁生辰 可谁都没有想到 几天后那拉皇后已不在前龙身边 被前龙派人秘密送回皇宫软禁 而且收回了他皇后的宝册 这跟废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好好的一国之母可以落得如此天敌 前龙解释说 皇后突然发疯 所以才要软禁她 直到前龙四十三年 前龙又说是因为她刺刑断发才废她的后 仅仅因为皇后断了几根头发就将她废后软禁 其实没那么简单 亲史学者从严则暗中分析得知 当初他们在龙周上的时候 前龙看上了一个迦南女子 而这迦南女子或是一丰臣女子 皇后见此 劝见前龙注意身体 并以断发威胁 这才是怒前龙 供然皇后此举欠妥 但前龙的做法又何尝不适呢 你说呢 欢迎大家